在2017年年底 我們覺得一地兩劍方面 希望能夠配合得到通車的時間表 使得我們的高鐵發揮最大的效益 當然我們知道不能低估當中涉及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都很努力地做 而至於西九龍本身的地方 正正因為我們有準備一地兩劍 我們預留了有足夠的地方進行這方面的安排